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上一把牛糕 确实的灵巧至极 事实里巴村有名的图户 陈胖体格硕大 但性格温和 唯一人谦逊有理 妻子柳氏是心高气傲之人 整天数落他太老是 帮别人家做活不会耍心眼 柳氏说耍心眼 是指陈胖给人家宰牛时 可以偷偷拿些牛肉回家 对此 陈胖总是憨厚笑道 做人得讲究原则 若是被发现了 不但砸了自己的招牌 以后还怎么混下去 柳氏听了后 一副不耐烦的态度 骂他两句就去镇里做针线活了 有好心的邻居提醒陈胖 说你妻子一大早去镇上 天黑才回来也不是事 得看见他 邻居的好意他懂 妻子每天出门前 都要精心打扮一番 这哪里像是去做针线活 不过他是穷苦人家出身 妻子好歹也是大户人家丫鬟 知道妻子心气高傲 打心灵眼瞧不起他 只得无奈叹息 一天 临阵有户姓陆的人家办喜事 很客气地请陈胖去宰牛 因为路途遥远 陈胖决定办完喜事再回家 出门前 他告诉妻子要出一趟远门 三天后才回来 妻子柳氏听了后面陆笑译 满口答应了 路途中 陈胖和陆老汉聊天得知 他们家靠种田为生 为了给儿子办婚礼 不得不把家里养了十几年的老牛 给宰了 陈胖做图户这些年 最不忍心对老牛下手 听了后心猛然一沉 总感觉不是滋味 来到陆家 陈胖第一时间就跑去了牛圈 只见眼前一头毛发稀疏的老牛 正屈腿睡在地上 他见到有人过来 似乎料想到了自己的命运 发出了几声低沉的鸣叫 陈胖叹了叹气 本想劝阻陆老汉还是放过老牛吧 可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更何况 主人家复工前叫自己来宰牛 而自己却要劝主人家收手 这在情理上都说不通 陈胖为难之时 老牛突然流下两行浑浊的泪水 在场的人见到这一幕都呆住了 陈胖却是心头一喜 连忙对陆老汉说道 都说动物有灵性 如今老牛流泪 这是他在给自己求情了 叫我们放过他 众人听了后觉得有几分道理 忍不住点了点头 刘老汉却面露难色 陈师傅啊 话虽如此 可小儿婚礼咋办 这好办 小生这里还有些银鸣 你先拿去用 陈胖憨厚笑道 众人听了后 也纷纷拿出些碎银 说是借给陆老汉的 一时间 陆老汉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 他也不忍心宰了 跟随自己十多年的老牛 要说老牛 比他亲儿子还要亲 陆老汉不会反驳 虽说不攒牛了 但也得准备些牛肉 喜宴上不可能都是素菜 陆老汉知道 陈胖挑选牛肉是行家 便叫他帮忙去集市上 买些牛肉回来 陈胖一脸高兴地答应了 等忙完后 已经是傍晚时分 陆老汉很客气地 请他在家里住下了 夜里 陈胖做了一个梦 梦境中 出现一个身子勾搂 却精神绝硕的老汉 老汉见到陈胖 连忙给他跪下行李 陈胖大吃一惊 心想这可使不得 变上前 急忙将老汉搀扶起来 感谢壮士救命之恩 老牛再次有礼了 老汉说完 又要攻身给陈胖行李 老人家 你折上晚辈了 陈胖苦笑道 漠然间 他突然意识到什么 脸上露出惊恶的神情 您 您是老牛 老汉眯缝着眼 点头笑道 老牛为了报恩 今晚特意找温公说几句话 老汉神色凝重地开口说道 老人家请讲 陈胖攻身回礼 恩公务必在今晚 在此时赶回去 不可错过了时辰 回家记得不要点灯 这是为何 陈胖一脸狐疑 老汉没有说话 身影漠然间消失了 第二天一大早醒来 陈胖感觉脑袋昏沉沉的 可是梦中的情景 却历历在目 记忆尤为清晰 看来此事实有八九是真的 陈胖喃喃自语道 陈胖本来计划是明天回去 但因为老牛托梦 他不得不提前收拾好东西 吃完喜宴已经是傍晚 他谢绝路老汉 热心挽留一个镜往家里赶 回到家 离子时大概还有养课中 陈胖抹了抹额头上的汗中 长须一口气 此时妻子已经睡下 奇怪的是 房门竟然没有上锁 陈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推门进屋后 本想点灯 一想起老牛的话 当即就放弃了念想 准备上床睡觉 还没走进卧房 屋内传来妻子娇柔的声音 李大观人 你今晚心急了 还没到此时哦 李大观人 陈胖脸一黑 瞬间明白过来 看来妻子真的有二心 因为屋子黑看不清面孔 柳氏并未发现他是陈胖 急不可耐地从卧房中走出来后 紧紧将他给抱住 嘴里还说着 等明晚那个死胖子回来 我就听你安排 送他上路 好你个夫人心肠 陈胖一把将柳氏给推开 冷冷地说道 你 听到丈夫陈胖的说话声 柳氏当即傻愣住了 回过神后点燃蜡烛 脸上满是恐慌 第二天 陈胖便将妻子给休了 还将丑事公布于众 柳氏无脸见人 只得回娘嫁了 事后 陈胖为了感激老牛的救命之恩 从此不再干土护这行 陈胖因为心善救了老牛一命 老牛为了感恩托梦救了他一命 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善友善报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